在格力电器2023届大学生入职仪式上,董明珠再次提及孟宇童,董明珠称,自己当年是从九个人中选一个留下来,当时看孟宇童十分勤奋,就很希望她能够在自己的帮助下成长起来,所以就把孟宇童安排在自己身边当秘书。 没想到的是,孟宇童做秘书连一个基本的文案都写不出来,也不知道是什么秘书,而后面孟宇童更是借助自己的平台做起了网红,导致自己不能再容忍这样一个人。 最终把她开除,对于网友认为,孟宇童到格力一趟事务有所值,董明珠直言,所谓的百万粉丝没有什么用,无非今天挣的钱多一些,只不过是个赚钱的行尸走肉而已,且不论孟宇童是否有错,但对于董明珠的这番演讲,网友们大都并不认同。 有网友直言,大学生不想着赚钱,难道想着飞升吗?也有网友吐槽,话饼的时代已经结束了,大学生现在不吃这一套,更有网友直言有点POA的味道。 不过,对于董明珠的指责和网友的热议,孟宇童还没有做出回应。